下一项需要检查一下 你地面不踩的地面吗 这个地面跟车户地面是一样的 有没有裂缝 如果少量裂缝的话 这个没有太大影响 这么大个火灵土面有点裂缝 它本身很少 那三下八八 它可能还是火灵土带裂缝工作 这个是 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裂缝 这个没有太大影响 主要是看一下刚才那个车户 车位这个地面说有没有起砂 如果说有起砂的话 那这东西就不好处理了 你要是一旦起砂 你家将来想地板的地面上 直接想地板的地板刚才说 就迫不模糊一方 对吧 再一下看什么 看一下这个地面的一个屏幕屏 它有一个地面有没有坡度 这个也是一样专业性简单 一个是地面的平整度 一个是地面的水平度 如果说你家地面有坡 不是很大的一个小坡 那将来你想地板的话 你是很难去调平的 如果像砖的话 你还大致可以 可能会找平 这个嘎蹦嘎蹦想 跟它屏幕屏的关系也不是很大 这个叫空谷 空谷 就是在我们墙面一敲有空的 砖一敲可能也有空的 这个踩一踩 可能会把这个砖都给踩碎会 对 对 我家的地板就是一踩一走那块嘎蹦一下 一踩那块嘎蹦一下 就底下不平 那可能就是地面不平造成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需要 这个当然了 这个一个是需要有那个靠尺和塞尺 这个专业性工具 还有扫鞭椅 它配合来检查 必须能不能检查的话 没有必要搞这个实测实量培训 但是业主知道他有这个概念 如果说你要请业航师过来验的话 可能他会帮你看一下 这个我感觉还是有必要的 最起码你改不了 但你指导哪块不平 后期咱装修师傅这块 可能也会给你看一点 哪块不平的话 你这个心里边有数 装修的时候你额外度益一下了 如果说你买净装法 那不平的就是不平的 那你就整不了了 装修师傅也可以利用这个 装修师傅也可以利用这个挣钱 他说你这个地不平 用没有抄平一下 抄平的话还得交个钱 你要不抄的话 地板给你拿上有机行你别找我 最后业主有了差钱就那么低了 反正嘎巴嘎嘣响 对吧 不差钱的话 那你给我抄吧 抄平吧 他就争取钱 其实抄平非常非常简单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不是很懂这个东西 二个就是这个东西 它稍微麻烦一点 然后我们还要问 然后我花了一千两千了 就无所谓嘛 给他整一下 就是这钱都是 就是白给的 就是没有了 就是白给人 还有啥 然后下一项 下一项 进门觉得眼镜 咱东北话说眼镜就要凑五八了 对吧 凑五八了不就看一下天花嘛 天花这个东西 重点检查一下啥 天花这个东西 重点检查一下 天花有没有裂分 这个有裂分那可就麻烦了 这个裂分那是混凝土楼板裂分 很有可能是 因为天花装修层特别特别薄 因为好多开发商都不让装修 就混凝土楼板直接露出来 有些是给你刮一些泥子 有些打上泥子 有些是刮一些大白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泥子的大白都非常非常薄 然后你可以往脸上添上 它有裂 如果有那种细微的那种小裂分还比较多的 你得把这个大白酒费将来抢下去嘛 那个小铲子抢掉之后 看一下里边是不是混凝土裂了 如果真又是混凝土裂了 它又是说表观裂分问题也不大 如果说上下一起裂了 那麻烦了 那你就混凝土楼板有指养隐患吗 对吧 这个是有加工措施的 但是我们做不到 就是咱们买这个房业房子 我们做到心里有数吧 可能叶主跟开发商去扯这个事情 也扯不过人家 但是你这自己知道 我这块混凝土楼板跌的 或者是你的夜房楼上楼下 你们都公主同盟 通个气 哎我有个问题啊 正好我插一句 如果咱们自己要搭一层楼板 搭一层楼板的话 应该怎么搭呀 这个晚上 这个晚上大概什么个价位 比方说举价比较高的 想搭个楼板 啊有有美式大楼板 这个是吧车子 不是自己家装修有的 举价比较高 他那个对水泥的这个标号 这有啥要求 包括那钢的那个强度 这个一点都不懂 这个我说一下做法吧 我说两种常规做法吧 两种常规做法 如果说我们家就是美式也好 或者是你家买的是Lock 这样那种 举价是5米多的 就要搭一层楼板 这个这个是可以砸的 如果从政府监管的角度来说 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自己是可以砸的 如果砸好的话 问题也不大 嗯 他这样砸的 要要找住我们家墙 你转车把抹回去 要之后找出 你这火凝土的一个界面 在火凝土上打孔 打完孔之后 把孔清干净 做什么 用专业术语之后 执金 就是种植钢金 它有专用的执金胶 然后打到孔里面去 你把这钢筋给埋进去 埋进去之后 让这个火凝土的钢筋 粘到一起去 粘上去之后啊 你就动它 等它24个小时之后啊 你搞一个 端叶的一个检测 就是千斤顶嘛 嗯 就拉一下 拉一下看这个钢筋 能达到多少的力量 能承受多大的牛顿嘛 能承受多大牛顿 这个如果说达到这个 刚刚这个规范 我有点丢不住了啊车哥 回头有想知道的话 可以问问你车哥 然后我这边找一下规范 我可以给你回复一下 嗯 取完这个钢之后 然后将来的话 在底下织模板 织完模板之后 在模板上重新绑钢筋 绑出了钢筋之后 这个是搞专业的一个绑钢筋 的一个队伍 就可以来做这个事情 你可以在这个 打一枪楼板就可以 我感觉用这个 迟到呢 不放心 你可以做点别够量 这个问题都不大 这个根据你上面楼板 一个承重的一个情况 我个人感觉打个板就可以了 不用做量了 它那个跨度有要求吗 跨度非常大的 如果十多米的跨度 用不用底下加个柱子 啥子 十多米的跨度的话 就得加 最好是加个柱子 或加个凉 但是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特别瞎加的 就是我们自己 一加完之后 可能会改变这个结构的 受力形态 然后这个8米多的跨度 你还是找这种专业 做结构设计的人 过来给你计算一下 这个不是我们去搭整的 对对对对 如果说小跨范围 三四米跨范围内的话 这个问题是不大 你加个柱子也不行 因为你加个柱子 柱子没有根 我们所有的墙的柱子 是直接传到基础上的 你家这个地方有墙 你楼下这个地方还有墙 一直到低压室的地方 还有墙 低压室再往下这个地方 是转或者是基础 它是一道一道往下传的 你家这柱子架子 啥都没有 这个楼板不降塔了吗 楼板是不受力的吗 对 还有一个事 如果是地下室的话 现在国家 是不容易下挖地下室吧 这肯定是不行的 这地下室肯定不能动的 这个东西 只要它这个涉及到承重结构 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咱装修的时候 可以说你家那个砖墙 我倒是觉得你可以随便拆开 但是你家那个火灵火墙 那是不要动的 如果我上大学的时候 一个结构老师说什么 砸了你自己家的火灵土墙 你家地震的时候 压的被瓷似的就是你家了 这个火灵土 地下室下挖的话 有没有一个规范 就一寸的不能挖 还是说挖个20公分 因为我加楼板 加完之后楼板挺厚 我还做地热 做地热你算吧 这一共举架不到6米 这就没剩啥玩意儿了 地热就20公分 楼板20公分 40公分没了 往往上面掉顶 就没有空间了 这个地下室是不能动的 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绝对不能动的 这个东西 你可以动一动 这个装修面材都可以 就比方说 你只要露出火灵土的 火灵土肯定是不能动的 明白明白明白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概念 然后咱刚才说一半说 加楼板这个事情 对吧 嗯 然后 请搅拌站 去找一下搅拌站 搅拌站 要一下什么 就是拿着回弹 以及弹一下 我们家原来这个强烈火灵土标号 大致能给弹出来 我们是30兆帕的 但我们住家楼的话 最高也就是35兆帕左右 如果是超高层 楼下可能最高的 可以打到60兆帕的 或者是 一般像我们家 一种小洋房的话 都是25兆帕到35兆帕之间吧 超过40兆帕的 这种就是高层 下半这一段 可能是高标号 再往上起来之后 一般情况下 都是30兆帕左右管 然后 谈一下你家的火灵土强度 比如说一谈 算完 这个有一个计算公式的 算出来 如果车 各位听友想知道的话 可以自己一下 我这边可以帮你算一下 嗯 然后放9万大 然后采购一点商品火灵土 然后看看你家原来 比方说你摊完是30兆帕 你可以要一点 买一点35兆帕的火灵土 然后 路一个汽车份 20块钱一方火灵土 给你直接蹦上去 对 然后直接摊平就可以了 是我看我家楼下的别墅 他们那都是火灵土往里蹦的 要不然那也没法上里边混泥去 就大马路一停 大广那一只 叭叭叭就进去了 贼快 嗯 贼快 但是这个家楼板这个事情啊 就是还是得找专业的 在最后来看一下 不要自己去瞎弄 这个东西 确实对这个受力结构它是有影响的 嗯嗯嗯 这个政府监管验收通过之后啊 这个结构就不能再动了 嗯 从法律层面上就不能再动了 你就动的话 它给你停车围装是一个概念 那你就违法了 嗯嗯 嗯嗯嗯嗯 嗯嗯嗯 明白明白 是这个概念 嗯嗯嗯嗯 如果那个天花还有个检查一下车哥 检查一下什么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检查一下你这个顶板的一个极差 也就是四个角加中间你灯这个位置 它是不是在一个平面上 我家肯定检查一下这个 我家肯定不是 刚才刚才说的 这个什么时候你要不检查 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啊 就你家坐吊顶的时候 木光师傅就要跟你说了 你看你家的顶板不平 什么怎么样了 跟你说一对 这个检查的话也是专业性检查 然后需要的工具是刚才说的 五米的塔尺 然后一光扫屏仪就可以来检查了 打一道水平光出来 然后光是水平的 然后塔尺不有刻度吗 爱热爱碟堵一下 看你家顶上屏不屏 这个国家贵船偏差 是装修完事的偏差 好像是一公分 如果是混凝土楼板的话 偏差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一公分大 也就是15毫米 这个超过两公分的话 这块板专业数据叫爆板 就是这块板就整个五个点 全完蛋 就这个意思 这个也是无解 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在装修的时候 通过装修面材 有的家甚至贴石膀网的来导平 这个也是可以扯物业费的 这个事情 它改不了 对 要点保养吧 要点机油啥的 对啊 就是要点保养 要点物业费 然后再下一项的话 还是墙又回来了 想检查什么地方 检查我们这个墙角 是吧 好多买房应该都不在意这个事情 检查一下墙角 这个墙角啊 这又给你做成85度的 也又给你做成110度的 因为我们的墙角是90度呢 有做什么那样的 做什么蹲摇 我又一摇啊 就绝对有 这个需要检查一下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有一种专业的东西 叫阴阳脚尺 也是十块钱一个 路线上吧 有那个价格吧 可以拿到那个脚尺去怼一下 很简单 拿到尺子之后 你就知道该怎么用了 这个予取偏差是四个毛 四个毛 就是那个尺子上会有读数 予取偏差是四 但是最好是直的嘛 对吧 这是一个专业性检查 这个还要检查一下 这个角是什么 这个角是不是一条指线 它歪不歪 是不是 这角是不是一条指线 有的真歪这个东西 这个也是五解 五解 所以叫嚷 然后下一项就是一个 您说车哥 还有啥 你说下一项 下一项检查的话 就是一个窗户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项检查 它跟防水漏是一个作用 因为做不好就会漏水漏风嘛 刚才说的窗户 我说在这个地方说一下 窗户第一下检查什么 检查一下这个玻璃 有没有透气 像我们东北啊 我在哈尔滨干了一个工程 咱那个车叫双面夹胶玻璃 是吧 这个我不太懂 我就知道是双面夹胶玻璃 这个窗户在那哈尔滨地区 长春地区 沈阳地区 到东北大连可能还差一点 我家是大连 三层夹胶玻璃 对 这个玻璃的厚度 能达到将近三分钟厚 以用三层玻璃 里边夹两块胶 这个胶是在钻圈中胶 然后中间是空气膜 这个空气膜就可以起到一个 可热的一个作用了 对吧 他这个怎么看呢 那谁我验房的谁 那个长春大飞姐来我家了 来我家 他拿那个手机的那个摄像头 就那个闪光灯啊 就对着这个玻璃照 然后你就能看着三个灯 你要能看着三个灯 说明你家的玻璃是 就是这一块玻璃是三块玻璃 你要两个灯的话 那就是两面夹酒 两面玻璃 就这么看 这个夹几成 两层脚往人这是设计 设处设计出来 这个适用单位 不敢脱工减料这个东西 几层就是几层 两层人设计两层 适用单位给你做的就两层 如果设计三层的话 人给你做的就三层 这个东西是做几层 开玩笑给人适用单位 拿几层的工程 这个需要检查一下什么 检查一下你这个玻璃 玻璃之间不有空气吗 对不对 你这个空气里边 解路解路 进位进水 如果进水的话 会影响你这个玻璃的一个 痛光的一个效果的 这个需要检查一下 这个情况 就不是检查一下 玻璃有几层 几层你可以知道一下几层 确实是可以看出来 对 如果检查一下 这玻璃透明度气 一旦透气了将来 它一旦透气了 意味着这个交往 肯定是有开口的 透气会越透越多 越透越多 那最后来 你家这玻璃 可能冬天的话 里边全是水 对 没有什么 这个采光的一个 这个作用 就可能会被打折扣 而且还有一个事 需要看一下这个 还有个事 就是你说这个漏水 漏漏气 我家的老小区 冬天那个屋里 不是湿度比较大吗 外面比较干吗 它那个热气往外跑 正好路过这个玻璃中间 我家那个玻璃中间 每一年到冬天 都有大概三四公分的水 在里边晃的 就是你开这个门 开这个玻璃 开这个窗户 那窗里边有水 始终是有水的 就是它漏漏气的 漏气的 这个验收工 开发商是可以做到的 我业主的诉求就一个 更换不离 这可以换的这个东西 你自己换的话挺不愿的 你就它给你换了 对 对 更换不离 这个是一个 下一个检查什么 这个窗框上有没有黄痕 跟门一样 窗框上有没有黄痕 如果有黄痕的话就修 修不了了 还是打包一起要包养 要物业费 这个就是给开发商就谈 嗯嗯嗯 窗也不太可能给你换 还有一个需要检查一下什么 窗户打开之后 窗框下面有一个泄水孔 嗯 看看这个泄水孔是不是畅通的 如果不畅通 下几雨的话 你家还有可能室内进 倒挂进水 因为窗户这个水 就跟那个车那个天窗泄水孔 它是一个道理 好多泄水孔可能被水泥 或者是干 就是外向保温阶段的话 都被胶给堵死了 这个需要检查一下 有的干脆就堵里面 就找不着了 嗯 这个就就不能要了 这个就整个窗户 你都会整 如果说是堵死的 还可以捅 如果堵没了 那你就重新换窗户问你 你可以打个眼儿 拿博士电钻打两个眼儿 是不是 喂 也可以打两张 最好你心意的 我是说 哎呀 不许的车 没事 没事来电话可能是啊 这个是有依据的 就是我买东西嘛 这个东西肯定要是完好了 如果你那个买车的天窗泄水给我堵的一样 那你天窗可能给我换个寻线窗 对 这是一个道理的 对对对 下一个需要检查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路风那个事情呢 把车的 嗯 路风路水这个事情 需要检查两个胶 第一个胶是窗框跟 不离之间的胶 打得是否严密 就是我们那个买车车那个胶条的 它是一个道理的 嗯 第二个胶需要检查一下什么胶 要检查一下窗框跟我们这个结构之间 这个胶打得是否严密 如果这个胶打不好 那就搜搜漏风 对 如果说 如果那个胶打不好 它结果它也是一透水就透风 这个胶已经要检查好 起码在我入住之前 这个胶是完好的 嗯 这个是个透水透风的事情 嗯 还需要检查那项目还有什么 就是我们家这个窗的五金件 是否好用 有的五金件设施坏了 嗯 包含这个窗的一个开窗的把手啊 包含这个窗口底下这个滑道啊 里边有没有水泥浆了什么 它清理的是否干净啊 嗯 这个的施工过程当中很容易污染的 嗯 在交付之前啊 施工单位都是可能请家政公司过来 打扫卫生 嗯 这个地方打卖打扫到位 然后将来我这个五金件 能否开不起的灵活的使用 要不然的话 后期可能都是堵死了 全是水泥 嗯 可恶心的那个东西 嗯嗯嗯 开始要检查一下什么呀 就是检查一下刚才这门框是一个道理 这个窗挨了是不是斜的 嗯 就是我们从室内墙角到窗框的距离 两几个点看看是不是窗挨斜了 这个需要检查一下 嗯 这个窗户基本就说完了 嗯 嗯 这样一项还要看什么车 就是再转了吗 我们就转到这个卫生间了 是吧 车哥 嗯 这个很重要的 我天天会用着这个东西 这里边有这么几个检查项 车哥 防水 嗯 防水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因为呃 他即使开发商给我们做了防水了 那我们在自己装修卫生间的时候 我建议哈 必须就做一遍防水 一旦又漏水了 造成了是你楼下这家的损失 嗯 然后涉及到的就是索赔 嗯 这个车哥 对 跟你家楼上沟通一下 在楼上去做一下防水 他家防水做不好 那意味着你家的损失 在索赔 都不好 一是防水 二是做隔音 我觉得 因为半夜你上厕所一冲那个厕所 哗一下了 那没有隔音 啊 这个隔音很简单 隔音的话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下水管 然后用那个 像做保温给爆一下 嗯 就可以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又能防截路 又能隔音 我们能做的只在这个层面上了 嗯 所以我们用户能做的 嗯 这个防水素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材料吧 嗯 因为他这个材料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有涂料的 有卷材的 卷材就分好多种 嗯 这个家做的防水 我推荐大家用一下 顶纹防水 顶纹防水捲材 这个是我比较推荐的一种材料 在卫生间这地方 可能做的会比较好一些 嗯 就是啊 就是说怎么工艺怎么施工 这个你可以早专业的 做卫生间防水来做一下 或者是这种挖两 他们都会 就是你家提高的时候挖两 就可以做一下 嗯 嗯 嗯 卫生间还有一个检查项目 我们家卫生间车格是不是有 就是抽湿的那种设备 在机身凋零里边都有这种设备 有有有 洗澡的时候湿度太大 它自动会开启 啊 对对对 然后你卫生间里边有抽味的话 是不是也靠这设备我来抽啊 对 因为有的卫生间 基本上我看是没有窗户了 因为它的位置在玄关的侧面 那个位置没有窗户的 新房一般卫生间都没有窗户 嗯 对 这个需要看一下什么 车格 需要看一下你这个卫生间 有的两种形式 有一种是 有一种直接外排还好一点 如果是非外排的话 它设置有烟盗 厨房我们也有烟盗 它俩检查项目是一样的 嗯 这个需要看一下什么 就是我们那个烟盗底下 封没封住 如果没封住的话 那楼下的抽味一抽牌 你家去了 你家住顶楼 那得了 你家住33楼 那31楼到32楼 所有家的抽味 就往你家排 嗯 嗯 是吧 这个需要检查一下 这个有没有漏 卫生间有没有 就是烟盗有没有破损漏 还有一个检查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 咱们那个卫生间 烟盗上拍的一个孔 这个孔 它现在那种新规凡 要求里边 做一个挡烟盘 就是它是两层的 如果这个挡烟盘坏了 或者掉了 或者是没有了 楼下排那个烟 排上来之后 直接可能顺着你家 这个排烟盗 直接进入你家室内了 对吧 没有到无所谓 还有一个事是外边如果刮大风 那个板啪啪响 这番人 对 然后这个烟盘 一定要有 如果说一旦没有的情况下 它的维修方式也很简单 你买一个90度这个PVC弯头的 直接给装里边 然后让它炒上屎 从下面上来的烟 就直接从你家这个烟盗侧面就过去了 你家的烟直接进入主管道里边就跑走了 就跟高速公路汇车是一个道理 我家这个烟盗 就是让这个烟盘只能 我家烟盗是外排的 就是你跟别人家不影响 直接排到外边去了 这个是最好的 我家也是这样 但是现在好多新楼盘不是这样的事 对 一家一个是最好的 要不然别人做饭 你说炒一个炸个辣椒酱 炸个辣椒 那你要住上面不全放你家来 对对 是这个意思 如果没有这个挡研板的话 做一个就是PVC弯头的 10块钱买一个 直接给装里边 让这个弯头的 这头是水平的 那头炒上 然后你家烟 这个弯头直接除去 别人家那个烟也不会倒流 所以也直接从这个主管道里除去 就跟高速公路汇车似的 这个车只能进 不能出这个口 对对对对 然后这是烟灯 还有一个卫生医院 就刚才我们说 那个等电位的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东西是我们家接地的末端 有可能我是搞土电的 我不是很专业说这个东西 我知道它这个东西是一个扁钢 连在你家这个别路梁 或墙的钢筋上 直接接地的 它直接接到大地里边的 这个具体怎么用 说实在话 我不是搞这个专业的 我也不是很懂这个东西 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必须得有 而且有焊接后 这个防止卫生间漏电的 用的这个玩意儿 我家那个卫生间 那个侧面墙里有一个这种 写的是等电位什么玩意儿 然后禁止开启 等电位端子 对 禁止开启 禁止开启 这东西你就不要动 然后将来的话 就是你装修的时候 最好还是把这个瓷段割一下 把它露出来 防止这个漏电 可能这话我说的不是很专业 因为搞电气工程的话 他们比较懂这个东西 卫生间还剩最后一个检查项 检查什么 检查项你家的地露 地露 地露的检查 包含这几个位置 它有地露 第一个是我们卫生间地露 它有这么几个功能 第一个是洗澡排水的 第二个是面盆排水的 第三个是行医排水的 那至少你家卫生间 意味着有三个地露 没有肯定是 有两个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家洗衣机往哪放 还有一个是 你要自己装修 我有个建议 你洗衣机的所有的管线 你给它设计好 要不然都外露 这哪里还有电线 又是进水管 你全给它箱的底下 全搁到你手盆下面 那个整个小空间 全一侧面去 要不然不好看 是不是 这个是需要咱装修体验规划的 对 这个地露需要检查一下什么 整个是跨游水 把那地露捣一下 看看这个地露是否排水通透 是不是被堵住了 因为好多地露是被堵的 这是卫生间的地露 厨房也有地露吧 厨房的地露 同样的检查方式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这个地露可能不在意的地露 是什么地露 阳台的地露 或者是空调板的地露 一旦空调板是一个那种百月式空调板 很有可能地露排水不及时 把这水直接从墙灌 你家要加进去 所以说这个地露也要检查好 因为刚才说做那个防水 阳台 空调板的防水 一样的重要 不仅你家要做 你家楼上沟通好 楼上也得住 防水 空调板露水 一样往下来露水 它跟卫生间是等同的 好多可能买心盘的 卫生间知道做下防水 那空调板他不知道 那空调板没做好的话 那可能也得露水 空调板一般不在外边吗 但是这个空调板在外边 它外边那个墙子不防水 一旦空调板又积水 排水不积植的话 那水不就直接顺着墙进入家里边 对对对 确实往里渗 确实是 但是一般有空调板 自己就往外躺 躺着去了基本上 但是怕堵 一旦堵了它就出不去了 这个事物过程当中 干空调板地露 都是提前预埋的 你要是干外墙保温 或者是干其他 室作业的话 那很可能水 你啥想要掉里边 它直接堵上了 那事物单位 工人不怎么太在意 地露一装 不排水也堵死了 所以这个需要 拿空调水来检查一下 它痛不痛 这个空就有问题了 明白明白明白 嗯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 在有的进屋了嘛 地露看来差不多了 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东西了 剩下的检查一下啥 检查一下你家的房间的尺寸 就是这个时候 如果能花200块钱 或者是大概有200块钱左右 不会太贵 随上淘宝上去看一下 这个东西叫光电测距仪 直接贴到墙上 也很荒出来 反射到对面墙 直接出来 你这个房间的大小 它比尺子量的准多了 精确的毫米级 量一下你家房间的镜高 还有你家房间的开间进身 开间进身 专业数以后开间进身 如果说我们 公主来讲的话 就是房间的长篷块 有没有数据偏差 就是同样一个房间 你前面这个超口的位置 和门口的位置 它是不是一个大小 如果不是一个大小 说明你家想 墙是爷的 还有一个事是 这个一旦量完之后 跟你交付的时候 比方说你房险证 面积比方说150平 你实际量差别 是特别大的情况下 这个是要求可以赔偿的 我问过北京尹律师 尹律师说 法律有明确条款 差多少需要补多少差价 如果大了的话 比方说你房子150买的 实际的面积都会有170了 这个时候 你眼见那个 可以要求你补这个差价了 然后如果说不够面积 他得赔你 这是有法律规定的 对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买房子 什么那个房本面积 写了个准确 你买房子拿在宣传册上 人开发中都会写 约多少平方米 就是这个概念 他会有一个小误差的 就是你看我们那个买房子 搜楼处的宣传册都会写 这房子89平 约89平 他从来不说这玩意是89平 这个开家近身 就是离案一下我们这个房间 是否是方正的 因为有的是 真是做成零形的平行四边形的 啥样都有啊 这个做的 这个静高也很重要 这个我给各位听众友说一下 这玩意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静高 因为高了低了肯定压抑嘛 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就拿一下东北进去 有这个 这个地热这种房子 举个例子 我们家买那个高层或洋房住宅的层高一般都是三米 嗯 这个三米是指的哪边到哪边 就是指的你家的混凝土楼板 到上面你家的混凝土楼板 它俩的高路就层高三米 嗯 然后你家的静高怎么等于什么 等于三米 减去你楼上的家楼板你家天花的厚度 比方说有的天花是十二公分厚 有的天花是十五公分厚 但多数都是看户型 如果像你家的客厅特别大 可能是十五公分厚 这有可能 但它肯定是整厚 嗯 它可能整厚 那就是三千毫米 光临侧翼以及侧处也三千毫米 减去这个楼板厚度 那还剩 比方说是十 十毫米嘛 也减掉十毫米 嗯 然后你家不还有地热吗 嗯 地热的做法的话 一般情况下是十毫米 嗯 十公分 就是一百毫米 嗯 但是也有可能做到八毫米了 然后剩下还有做六毫米 也有可能 嗯 它是预留业主装修层的 那预留装修层意味着它可能 装修层加地热整个十毫米 如果说是 也有可能是整个地热层 就是十毫米 我们按整个地热层十毫米的计算 那是不是还要减掉这个十毫米 因为你这个十毫米是下在楼板上 那就点掉二十毫米啊二百毫米 对吧 二百毫米 不错 那得出来就是三米点去二百毫米 得出的结果就是你家的静高就是两米八 那再来个掉顶 肯定是个整数 再来个掉顶 妥了 没了 对 对 它肯定是个整数 如果说你家的静高出来是1754 这个麻烦 这静高肯定有问题 这静高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就可以问一下我这个楼板到底 这个后刚才 刚才那算法算完之后 你看你静高偏差多大 这个也是可以索赔的 而且这个是无解索取项目 因为就是整改不留 整改不留 就混凝土不可能就拔了整个万不 这个开一家进谁进高就是这么检查 然后光临车雨 在不同点位上就测 如果说这个国家规范偏差是一公分 就可以说一下 可以高一公分可以矮一公分 开架大小 可以大一公分可以小一公分都可以 但是不能怎么查太离谱 上下的要检查一下我们家那个什么 就是刚才叫阿门嘛 门这个尺寸 它这个尺寸分为一个门的近宽 跟门的近高 我们家就是 可以比较一下 你家那个 那个卧室 卧室的门的高度 一般都是两米 宽度一般都是九十 九百 就是九十公分 高度是两米 然后卫生间的话 高度也是两米 宽度可能是七百 七十公分 就是说毫米就七百 它是这个数据 这个雨水偏差的话 我记不太清楚了 基本它都是准 我完毁之后 它都会有个人为的 给你找起 这个也可以检查一下 是这个 但防止你家那门 坐大了 坐小了 按上去不可适 嗯嗯嗯 这个也是一个 挺重要的检查项 门动尺寸 嗯嗯 还有下一项的话呢 就是还得回到厨房 跟卫生间 一起去看一下车格 这个是 嗯 规定是有 但是说 可能我们老百姓 不太在意 这东西一般不咋用它 嗯 就是什么 就是组火圈 这个组火圈 设置在什么位置啊 设置在我们家 那个 厨房的下水组火 为什么接着 下水组火 上面有一个 红色的管卡 上面有一个 红色的管卡 嗯 这个管卡的作用是什么 防止你楼下这家 着火 把火苗串到楼上去 它是起到一个 阻碍火苗的一个作用 它是一个消防测试 哦 我有印象 好像有 好像是有过家 有 嗯 有的没有 有的为了 脱工减料 这东西没多 嗯 但是是我们不常用 这个东西 但是一般又是 有意外情况发生的话 是不是它会 起到什么 起到你减少 你给锁赔作用 嗯 虽然不管它起的 意义大不大 防止火苗 创到楼上 它是一个 象征性的东西 做好的话 它是很有用 做不好的话 它成为一个 象征性的东西 嗯 嗯 然后这是说到 消防了嘛 对吧 它有一个 进门的地方 你家门口肯定 有一个消防箱 这个是国家规定的 嗯 消防箱里边 有消防水袋 消防水龙头 然后 如果消防箱 如果是没有 被封的情况下 需要检查一下 这个消防箱的栓子 打开之后 到底有没有水 给你家着火了之后 因为这个水 就是单独一套体系 消防水 里边有水袋 有消防水 带压的 嗯 它可以 及时的取得一个灭火的作用 如果说你家着火了 紧急情况下 就要用这里的东西 直接接上之后 30米长 25米长的消防水袋 它都带压了 到哪儿都能给你灭火了 嗯 就是说 我家楼上是18年的 十一月十五号 我家宝宝正好三个月那天 然后台下就着火了 把消防队整来了 然后那天我没得讲 我媳妇说 着火了 然后消防队也来了 如果说你有经验的话 你不用报销 报警啊 你直接就是把那消防箱 打开之后 接到消防管 一拧上之后 对着你家着火 直接就直接就灭火了 这就是消防 消防设施的一个作用 一般不常用 用到之后能 有大作用 这个能够 你要是高层 你找消防队也没有用 你像我家 那是我报案 我家楼下 那老太太 给屋里烧纸 消防队来了 消防队来了 那水车 我告诉你 它死不了那么高 它也是用你家 这个消防树案 去给你灭火 你不如自己先灭吧 等它来 又得十分麻烦 这个应该 嗯 你说车哥 他回应了 他抢你话 没事没事 你说 我抢你话 这个就是提到 大家知道一下吧 这个东西 这紧急情况下 是给你家灭火用的 就是一个 作为一个消防藏室的 一个普及 基本上就这些 还有没有了 还有一项 就是又转回来 刚才这一项 我都说了 就是我们外窗 那个窗台这块 检查一下 有没有破度 防止这个雨水 就是往你家 窗口这块灌 它那个坡度都是朝外的 这个也需要检查一下 如果没有坡度的话 这个是可以整改的 这是可以整改一下 它不是死的这样 这个防止你家后期窗也是 击水嘛 就是这个作用 基本上 我要是去验收的话 就是毛皮房交付这钱 要是就我就看的话 我家买房 我基本上就会看这些东西 而不是说 销售里面的今天高兴 然后把房子一看 但是一天完事 然后反而我就等装修了 就这么简单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里边 跟买车一样 还是有好多猫叶存在的 让大家少走万路吧 这个东西第一回都没啥经验 我第一回就是 都没看我就签字了 完了一堆问题 基本上都是 对的 一堆问题 你装修那时候 可能就出问题了 确实 确实 这是毛皮房的交付检查有点 非常感谢这个 来自七旬的哥们的知识 你现在哪个城市生活 搁大连吗 不在大连 我之前问过你会车 说我在普兰店生活 我在大连工作 然后我每天是 我对他咨询一下 我是买个飞度 买个支线 还是买个泡路 我的老纠结了 就是每天 一连五十公里的通行 后来买了吗 车 后来没买 后来我买了个吉利地豪 然后我感觉用着也挺好 上前两天上说 我一个听有说 吉利地豪的用车感受 我感觉他说的挺中快的 油耗啥都可以 因为就要考虑油耗方面 油耗国产车嘛 油耗 反正我相较轻点 油耗我能开到 冬季能开到八个半吧 夏季的话能开到不到八 七八九那样吧 我拿小熊油耗我计算过 还行 但是现在不得大连了 现在我孩子老婆父母都得大连 我现在得折脚 干工程行业的 特别是中国建筑这种单位的话 基本是有个项目到处走了 能跟我们说说哪个 说几个品牌吧 咱别说人不好 说几个稍微好点的你认为 就是品牌开发商 就你这验房这么长时间做检查啥的 品牌开发商是这样 就是他有 你要买这房的 我要是从职业决定 我先看一下 不是看那开发商是谁 我先看一下这个施工单位是谁 这个开发商他没有什么资源 他就是负责管理 就是出钱拿出地 至于说这个施工好和不好的话 主要看施工单位 嗯 这个我不能说我们中国建筑不好啊 这个没法说 就是你如果当地的施工单位 感觉他之前做的盘可以的话 那你就是用一下买 看一下这个 主要看这个 但是重点看开发商的话 如果说后期就比方说物业服务 还有一些其他的品质保障的话 还是建议买大开发商的房子 比方说 常说的 万科 招商 保利 英地 中海 这种大开发商的 小开发商的房子 如果说刚才出现那种 毛费交付这么多问题啊 他可能就给你扯皮了 那大开发商的物业 肯定会一一的给你去落实 如果落实不了的话 他也会及时的给你反馈 给你携烧 小开发商可能他就不搭理你了 他就蹭你嘛 你挺不住 那你就收了嘛 大开发商 毕竟他信誉还是多多少少 他有点保障嘛 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 但是也稍贵一些吧 反正这玩意儿的钱不撒火 钱花到位的话 一平米多花个五百一千的 确实他那个质量也好 你也省心 后续事也少 因为他前期可能 对这个质量的投入 可能会多一点 那肯定 其实在开发 这个鲁韩这个过程当中 建造成本是非常低的一个成本环境 但是实际是最长的一个成本环境 最贵的成本环境是哪地 就是我们政府卖地 这个是最贵的 但是建造成本的话 现在一平方米下来之后 南方可能会稍微贵一点 南方这个环保优求 比如严格 这个火营储价格 可能稍微贵一点 北方 咱北方地区的话 大约是在一千八百块钱到两千三百块钱之间 一平方米的建造成本 就我这华的给开发 给实物单位干 实物单位就两千块钱左右 就能把你这华的给你造成 差不多吧 四海店建造成本也这个钱 四海店一平米一千五左右 我说是十年前 一千五一平米 所以说你看你的房子卖两万 卖两万那里边都是地价 都是地钱 你这房子咋能降价 你这就是政府卖地便宜 这房子下来了 是不是 是有概念 就是第一手房子都拿地人多 那都抬价嘛 对吧 建造成本现在是一直在压价 一直在压价 但是地钱就是贵 房价怎么高就这么高起来 是是是 那咱们聊到这里 我看聊挺长时间了 你也休息休息